用百分之一比较困难 这是一个圆环的当中 套在一个红色的指导 这是一个小球 给它一个出速度 是叫做单方向的动脏手捧 这个体绝对光大 但是学生很难想象 那么如果你给它一个 这样的一个图像 像动脏手捧的一个 单方向的动脏手捧也可以 比较大 心度比较大强 这是刚开始飞的一个出速度 往上板 这是比较重小的 这是一个周期满足的一个 之后我对2014年 又做了一些这个出向 因为2014年除了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出了挺好的 它就是一个问你 你弓体是加算或减速 之后他没有问你微地出向 当然可能我们中间的话 你口网上只要求了考微地出向 但是他也曾经考过I出向 所以将来也不快速考VI出向 那么这一步已经先加速 是要不减速的一个过程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微移线和速度选的一样 这是速度微移的一样 当然如果学生出现的没好的话 它可以直接导出来 这个VX的关系 当然可能导出来 然后学生没有概念 你可以通过这个 让学生感觉到这个 这到底是怎样的 这是微移 这是微移线的一样 那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速度选的一样 是一个保护运动 这个就是速度微移线的一样 它应该是这样的一样 这个其实选项就是选这个 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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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然后我还做了一些重庆段2014年的律师 出来了 呃 主持人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2010年 重庆重庆的地方 出来了 之后还有 我们那儿 我们那儿出来 这个题也是要有五种的 今天我演示就这么做 谢谢大家 你们这个实验 可以挑几个看一个 比较好的姿势 小军 你再跳一个 挑几个比较好的姿势 可以展示一下 谢谢 让我们可以展示一下 我们来做了一个 一支 一些小写 好 很长 大家可以看下 一张 有反应的 看一张 是 还没了 你还做了一个 一支 几个 几个 在 大家回头看一下一下 我们在讲三方语的时候,有一个在阿佩利的这一点 讲的是液体,液体在通电之后形成了一个旋转过程 就是阿佩利作用下液体的旋转,然后给它通散电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液体在旋转 这里边我们也选择了很多材料 开始的时候中间用的是铜丝,但是铜丝的效果不明显 而且气泡产生的特别多,因为发生电解 后来我们用底下中间选择碳棒 就是把铅笔芯拿出来之后塞到这 然后中间的电解也不太好确定 最后选的是铁夹子,夹在这 靠它的吸引力之间能够让它立在这间 也是像化学实验室借了挺多的东西 当时我们演示的时候是用树叶放到里边 因为不影响原来实验,而是效果比较明显 但是现在呢因为之前的 这次这个东西好像已经俯实的差不多了,不太多了 所以没准备那么多 现在这个颜色有点变化了,中间有变化的速度 如果把电流这个磁场,电流方向反向的话 能不能看到液体白了 这个是特长内容的一个展示 这个呢就是一个小东西了 因为要讲到传感器的这部分 光传感器跟学生说呢,学生也能理解 但是要想直观看呢,就看明显 所以我做了一个利用这个数字批数器和这个单板 然后表示一个自动通过感光的系统 然后批数别的东西 可以直接看到在这个光档上这个地方 这个有数字机上 你也能够看到 然后呢 展示到这里 再可以重新继续 谢谢 看看 对 就说你 这个我们组就做了一个 一纸顶前接啊 看这个是啥呢 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主要是一个哈克的 稍微有点 这个是 它主要是给学生演这个静默擦粒子 效果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里头我已经换完沙子了 因为以前做 就是 把这个沙子比方说你倒出来 不用的了 这个就非常 它下面纸就是咱们经常用那个S纸的 这个S纸 这个S纸 就简单地用这个粒子 这样的话呢 你为了演出它的张力效果呢 你用它比较像这种挑衅水平的 你把它放满 这样一放手它就先行下去了 原来呢 像学生猜测 我如果把沙子倒凉 这样的话 我再用很大的力去压这个沙子 这个只顾不太多 这样学生就是满性的 甚至你可以跟他赌一赌 是吧 这样呢 你装进去后就发现 用很大的力是一个人 起来就太小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人力很轻轻 静度的汉率非常大 这个我们做过多次非常好 就是说 你把这沙子倒凉 这个呢 做起来比较简单 你只需要焊一个油管子就行 这样的效果 还有像静电抽尘 那个静电抽尘 这样的话 上课的时候 原来你抽一颗烟 一摇 一摇马上就没有抽了 不然 其实这机会就多说两句 大家道遠的话来一次 就是因为我们 整个物理学院组 现在是这条是24个版 但我们人比较少15个 就是高一就24个版 但我们高一是6个到12个 大家呢 因为你们也能知道 坚强的形式可能是层次不同 所以我们物理学院组 整个一个做法就是啥呢 怎么能让这样的学生 在这儿学到更多一点的东西 针对咱们区域教研提出这个 大问题教育 我们也想说 通过拓展一个大空间的教学 如果拿一些 让学生在生活中能见到 又感兴趣的一种小的实验 甚至把这个学习时间 在课堂上你干讲 像咱这样的学生 有的时候他不美啊 所以我们就在动脑想 怎么样他在课堂上能激发自己的兴趣 感觉这个老师真的在教学上付出了 他也感觉这个东西对他也还好啊 所以他可能就跟着你吧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想法呢 就是说尽量在课堂上去调动学的积极性 那也就是说物理组 也就是说整个一个高中师 15个老师 大家就丰工 对于每一检课或者每一章 哪些实验可以操作 那么大家就到实验室来 缺什么东西呢 学校也大力提供 所以我们自己在 是吧 在家里或者待一些 这样可能就是说做了一些 在学生日常生活中 他能感受得到 同时在课堂里 有对文学科教学有实义意义的 一些这么一个简易的实验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 对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讲呢 激发了他上课这种兴趣 因为物理教学跟生活相联系 因为咱们都 对来都是写物理的 这样的话把它转移 把课堂的知识转移到生活中去 让学生在生活中去感 从手上去感知 这样的话再逐渐在课堂上升到理论 这么一个基础 好了再通过一点习题加强训练 可能说对他的学习本身来讲 应该更有好处 所以我们整个匯理学院 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如何去调动学生 学习物的这么一个性质 所以就做了一些这么简易的实验 有些东西也很简单 还有一些 就老师拿到课堂上演示 哎呀这几个挺好 可能就去跟着老师去学 也是用我和我们同事 之前落课去说 也是大家如何把你自己 在课堂上展现给学生 学生对你亲戚师重其道 对你感觉到有性质 对你的实验感觉到有性质 对你自己课可能就感觉到有性质 所以基于这种想法 做了一点小的实验去做 所以说我感觉到同时 它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 就刚才刘老师 这一个布置也是有意义的 只不过对老师要求可能更多一点 比方说像刚才这个课堂演示教育 我们以前说可能如果老师 你准备得更加充分 你兜里再揣几个条 说看他们这一组实验都有哪些课项 都有哪些实验器材 如果你做完了 我就掏出条给你 你看这个也用这些你怎么能去弄 这样的话就让它不会有更多的时间去 空着了 闲着了 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把你这个东西 到下个课里去汇报出来 或者是本节课有一点时间去汇报出来 这样可能会整个实验教育 更容易操控 要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一个老师掌握 肯定你操控起来难度可能更大 因为实验 咱们这学生本来可能 你做实验了 操控起来可能难度大 所以有时候也在不断地探导 希望因为这次到这里来举行那么一个教研 希望啥呢 通过更多的自主教育活动 和咱们区域里的各个学校的老师之间交流 我们也希望曾经学到更多的 有利于我们学校的发展 和我们老师成长的一些很多的好的东西 像刚才那老师给我们介绍非常好 所以我们以后呢 希望跟大家更多地去教育 其实咱们做教育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是让咱们课堂变得快乐 学生快乐 可能我会斩折教育的快乐 要不然咱们一辈子搞这玩意儿 肯定是很苦的 好了 我也就说乱了 好 就有我们高路的安准 就知道了 我会斩折教育的 我会斩折教育的 我会斩折教育的